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本拧一下自己的手 时间立马又开始正常了 别人什么都不会知道 因为阿本从小就偷沫着和小伙伴看小黄叔 所以他对女性的身体非常着迷 其实只要是正常男人都会着迷 在超市工作一段时间后 经过相处 阿本喜欢上了沙伦 但中间两个人也有过误会 超市的一位员工告诉阿本 说是阿伦和自己一起去看了电影 并且在看完电影后 两个人还云云了一番 阿本听了后很是失望 对沙伦也不再热情了 但因为一次意外 超市老板约他们打球的时候 老板的头被球打中 其他员工想要表现一下 就抢着送老板去医院 只留下来阿本和沙伦待在原地 两个人得以一起去喝杯咖啡 解释清楚误会 从沙伦的口中 阿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沙伦和那名员工去看了电影这边是真的 但是两个人就只看了电影而已 剩下的事都是那名员工在胡说 阿本欣喜若狂 那晚阿本亲吻了沙伦的脸颊 这次之后 阿本在超市的时候就不再画其他女人的裸体 每次静止时间 他画的都是沙伦的肖像 沙伦的眉 沙伦的眼 沙伦的鼻子 一张张纸都是他 沙伦第二天见到阿本的时候也亲吻了他 这个文或许是有魔力的 阿本被沙伦吻了之后 晚上就不再失眠 睡得都非常的香 这时 一个人打电话找到了阿本 声称自己是画廊老板 看中了他画的画 并且还想为他办展览 阿本非常的高兴 沙伦也是 但是 其实这不是真的 这只是超市其他员工的恶作剧而已 不久 超市老板过生日 在聚会上 阿本居然遇到了自己的前女友 前女友表示想和阿本复合 还当着大家的面吻了阿本 沙伦也看到了这一幕 阿本惊恐万分 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选择 所以他静止了时间 思考了很久很久 一个是曾经是爱的女人 一个是现在的心上人 究竟该如何选择 考虑无果后 阿本只好先暂停恢复时间 沙伦气得跑了出去 阿本去追 但是 他根本就不想听阿本的解释 画展约定的时间也快到了 阿本去找画廊老板 但是那老板说 自己根本就没有打电话 但是 老板看了一眼阿本自己带来的话 又改变了主意 说可以帮他出展 阿本很高兴 不久后 沙伦收到了阿本给他的画展票 阿本希望他能够去看看 沙伦去了 但是到船后 他震惊了 阿本站出的话竟然都是他 原来 自从那次亲吻开始 阿本就一直利用自己的超能力 偷偷地画沙伦 沙伦看到这一幕 非常的感动 两个人顿时冰视前嫌 阿本趁时静止了时间 拉着沙伦来到血液之中 神情勇吻 或许 在阿本当时静止时间 站在前女友和沙伦中间犹豫时 心中已经默默地有了最后的选择 阿本是幸运的 因为他能够及时停止 给自己留下非常多的考虑机会 但是 我们却不能 我们或许永远都无法获得这种神奇的魔力 为了不让自己后悔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珍惜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